请问怎样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呢 你相不相信心态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说从前有一个秀才准备上京赶考 在路上呢他做了三个梦 梦到自己在墙上种的白菜 梦到下雨天披着斗笠还打着伞 梦到跟表妹躺在一张床上 却背对着背 然后呢这秀才啊就去找人解梦 孙命的说你还是回家吧 你想想啊高墙上种白菜 那不就是白干吗 带着斗笠还打伞 不就是多此一举吗 和表妹躺在一张床上 却背靠着背 这不就是没戏吗 这秀才听完啊心灰意冷 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了 下楼碰到掌柜 跟掌柜的说了这件事以后啊 掌柜笑着说 姐妹我也会啊 墙上种菜 那不就是高中吗 带着斗笠还打着伞 这说明有背无患吗 跟表妹背靠着背 那说明你翻身的机会要到了 秀才一听啊 更觉得有道理 于是开心的参加了考试 居然种了碳花 所以说 消极的人呢 就像月亮 初一十五不一样 积极的人啊 就像太阳 照到哪里 哪里就亮 我们看 面对同一件事情 心态不同 就会得出两个全然不同的结局 所以说啊 拥有一个好的心态 你也就拥有了一个好的命运